第一就是在比較靠現在停車場那邊的那個DGD 今天是DGD的一個開發說明會 因為這個案子是黃昌營造得標 那未來開始要開工之前 來這個地方跟各位旅民報告一下 未來整個公企期間 這兩年多的公企期間 它的相關 譬如說大型車輛的進出 或是未來樹木保護的相關措施等等 都會在今天這個說明會上 跟各位旅民還有旅長這邊 做一個報告 那也聽聽我們當地的旅民區 來瞭解說這樣的施工方式 是不是對你的生活環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或者有什麼樣的意見可以提供給我們去做修正的 那我們會透過這個說明會 把各位的意見記錄下來 那我們帶回去做一個參考和修正 那今天開始我首先還是請我們這個DGD的團隊 黃昌映照的孫經理來做一個這個案子 整個施工過程的一個大概的報告 那如果大家對報告的內容有任何的疑問 或者是有任何的建議等報告完之後 因為剛剛我也看到也有登記發言的民眾 可以來提出來我們今天除了黃昌映照 還有設計建築師之外 還有府內相關大會就我們行政程序的部分 也會跟各位旅民做一個詳心的報告 那現在我們就有請我們的黃昌映照的孫經理 謝謝各位旅民 謝謝 主席各位長官 各位旅民 大家好 我是黃昌映照股費有限公司經理 我姓孫 叫孫景 今天就由我來為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廣次低雕討包工程的施工說明會的簡報 首先簡報內容我們主要分為五項 第一個就是前沿 第二個是工程概述 第三我們有個設計規劃的說明 第四是施工規劃的說明 還有第五就是我們環評承諾的事項 首先這個計畫的緣起就是為了活化土地資源 去照顧弱勢族群的權益 臺北市提出新建公共住宅方案 由臺北市政府自酬經費新建 並選定廣次國外園區開發 還有作為綠建築跟智慧建築的社區 工程的效益就是新建只租不售的公共住宅 配合臺北市住宅政策規劃的運用 保障青年朋友及弱勢族群在都會地區居住的權利 並以周邊臨體共享優質居住的環境 工程的概述 我們工程名稱叫做廣次國外園區整體開發計畫 公共工程住宅 低標統胞工程 主辦機關是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然後我們的專案批線的管理團隊是 臺灣市溪工程股份有些公司 跟楊國龍建築事務所 然後我們的統胞團隊由我們 我們黃昌營造股份有些公司 跟我們建築師陳育毅 建築事務所跟我們基電的中華電信股份有公司 北部分公司一起合作 那工程地點就是在福德街84項跟林口街80項交接的街坡 都會有我們後會看到的理念圖 我們工程的期限是預定109年的9月24日竣工 總工程經費是33億9500萬 然後構造的形式是鋼鼓鋼筋混凝土造 就是所謂的SRC構造 高度是92.4公尺 我們要新建地下4層 地上27層兩棟的建築物 那這就是工程的位置是在信義區福德段2小段319-3611地號的27比地號 因為這個地號是全部的廣磁園區的地號 我們只是站其中最北側靠近這個斜線部分 就是我們D標的工程 那隔壁這個小塊是E標的工程 我們設計規劃說明 我們總共是要做兩棟27層的住宅 其中三樓到27樓是公共住宅的規劃 我們規劃的一房型、二房型跟三房型 一房就是一房加一廳加一位加一廚 總共有220戶 二房型就是兩房加一廳加一位加一廚 總共是201戶 三房型就是三房加一廳加兩位再加一個廚房 就是101戶 所以總戶數是522戶 然後我們一樓的部分是規劃成物業管理中心 二樓是社會福利中心 其中物業管理中心 我們規劃有50位的辦公人員 可以接納200位的訪客 然後二樓是住宿型、身障、照護、兩戶照護機構 總共規劃了55床 可以容納將近70人 這就是我們一樓物業管理中心的規劃 其中我們為了讓附近離離 我們這邊特別這邊做了一個 離離用的電梯在這個地方 供附近離用 這個電梯跟我們主要的兩棟建築的電梯都不相連 可以可以直 離離可以直接一個電梯 可以直接到地下室的停車場 這就是二樓社福中心 它總共規劃了55床 包含8個人或6個人 幾個人小房間 總共是55床 可以供70人來使用 這是我們整個全區景觀的規劃 我們的低標的位置是這麼大一塊 但是我們只是開挖這麼一小塊的基地 其中北側這個地方全部是要我們一張 當廣直原來的樹木移植到北側地區 然後做一個公園綠化 還有一個大草坪、陽光草坪 還有一些油氣的設施 這就是我們以後一樓規劃的入口處 這就是以後我們完成規劃的拓示圖 其中我們就是在這一個街坡 這是我們低標 這是儀標 總共四樓 我們都是27樓 第四樓 我要說一個施工規劃的說明 我們工程的開工典禮是106年1月10號預計 然後完工的日期到109年9月24號 總共是1066天 那本工程就是為RSRC的構造 然後因為我們工程是採用逆打工法的施工 逆打工法就是先完成一樓板結構以後 地下室跟地上會同時施作 這樣的話 地下室開挖的話 會有一個 會對鄰房的結構性會影響較小 施工的安全性會較佳 因為只限於出土口的出土 所以說在下面出土的時候 第一個 粉塵的飛揚就很少 第二個就是它的噪音會降到很小 所以對附近的居民會影響會比較小 現在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動畫 有工程就從剛堵開始施作 剛駕駕完以後 這是SRC的構造 所以開始做外包的那個RC的交織回憶圖 然後開始做一些裝修 清格間室內牆 然後把外面的門窗裝起來 然後我們這是用我們的病的方式 在規劃當中我們就用病的模式 因為這邊是智慧建築 所以我們在病的方面會有 去先檢討所有室內空間 各個管線交錯的位置 因為我們管線是走民管 所以民管交錯會在這個方向 會產生出來 我們就會再檢討 會重新調整 然後利用這個病的方式 然後做3D 用VR的方式去模擬整個 整個室內空間的感覺 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蓋完 但是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去模擬整個空間 走道鋪面的材質 到時候我們還沒有蓋完以後 我們就會體驗到這個 整個房子的情形 最後一個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環評承諾的事項 我們總共因為這個地區 是環評很注意的一個工區 所以我們除了 第一個我們會在出入口 會指派專人來指揮車輛進出 會讓小車跟我們大車會互相挫開 第二個在出入口之後 我們會設置洗車來乘沙池 還有一些防御座 然後會防止其他污泥 會污染到戶外的地方 第三我們在施工化為設立 為例以防止誤入工區 或降低工藤基居的照應的干擾 那我一定會設置防禦座 避免污水流出工區 第四個就是考量地下室 對鄰近建築的影響 我們會設計一些安全監測 像警督管 那個呈現椅 那個呈現點這些 請嫌疑這些東西 然後第五個就是考慮周邊的環境狀況 居民作息的時間交通的因素 我們會定定施工的程序 還有就是施工的方式 然後跟施工的一些大車進出的條件 盡量與白天作業 然後減少噪音 影響到附近居民的作息 我們承諾就是在這個地方 大道路96巷 本來原來就是必須要簽一個路數 我們下一次保留 就是不把這些路數給它 平移的我們開完面4公尺 所以這整排的行道數都完全保留 第二個我們就設計 我們以後會設計這種日式的工地大門 它一個很方便 它的封印性比較好 就是外面比較不容易會進入到裡面 然後我們整個區內會設計排水溝 這就是沉沙池 這就是洗車塔 然後我們土方出土的動線 因為環民承諾我們大車 只能從大道路進來轉到我們基地裡面 所以說我們大車就是規劃 從大道路進來 從大道路出去 然後我們的預計在土的地點 是台北港或者是北四哥 所以說這邊會有一條 出去以後走高速公路 或走其他道路 到達我們七土的運氣場 這就是我們大型動車的規劃 我們現在的工區 這是我們地標 在這邊 我們開完面在這個地方 我們大車都是從大道路進來轉 三十八項 林口街三十八項 然後從我們這邊大門進去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 第二個就從這邊出 從大道路九十六項 從大道路 我們規劃這樣子的動線有個好處 就是大車只有單進單出 不會進來以後再出去以後 會在這邊打劫 因為林口街三十八項 跟大道路三十九六項 都是蠻小的一條路 如果大車在那邊打劫的話 會影響到大車後面的車輪 然後我們每日大造環民承諾 就是每日街道清洗路面兩次 然後出路口要洗車 這就是我們有水車 專門的水車 不是外租的 就是我們公司專門有水車 會嚴格執行這路面清掃 清掃的範圍就是從 這個我們是 雖然我們在這地方 但是我們會從一路 按照環民承諾 一路清掃到 這個中校東路這個路口 然後再清掃回去 環平 配合環平的承諾是在我們 福德街八十四項這個的 汽車坪那個要先取消 取消但是我們先要把這個平宅拆除 拆除後我們要建一個停車場 就是有100席的機車位 跟24席的汽車位 來進來這邊 讓這個附近的取消的停車位 可以在這邊停 平宅拆除後我們當初出路口 原來的出路口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有跟就是跟當地的里長 跟交通局有協調 因為出路口在這地方 小車都會從這邊進出 會跟我們的大車會互相交會 這樣子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有建議是在 東側 結果原來是在西側的 但是10月22匯條 原來是在西側 但是後來經過20號議會的 跟那個議員 他們協調以後 我們修正在這個東側 以後這個出路口會改在東側 小車就會從大道路這邊 直接進到停車場 然後直接從這邊出去 我們大車就是從這邊到 38巷進來 然後從99巷出去 這樣子的話 大小車就可以完全 可以不要互相干擾到 在空置品質噪音的部分 我們要設計一個 即時監控的空氣品質 會在這一個點 在公園這個北側 會設一個即時空置品的監測 這邊在靠我們西側 因為我們是在靠這個範圍 所以在福德街巴士向 這邊會設一個即時的 那個噪音的監測系統 那我們目前我們的環境監測 要做到噪音、水質、空氣污染 還有交通流量跟生態 一些全部要按照環平承諾資料裡面去做 每個月都要出的報到 然後去交給那個批線他們去審查 那在開空前 各位大意都已經見到了 我們會比頂土部技術公會 對於附近的領防 我們會先做個現況調查 我們依照環平承諾 因為我們這是整個以後 以後我們這只是 D標是這一標 E標是這一標 以後還有一個A標 B標 C標會在我們南方 因為我們是 這個 大到那個 中 林口街 38巷 原來是我們區內的道路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依環平承諾 福德街巴士向 是禁止完全大車進出的 所以我們是用區內的道路 緊急於大到側口 設置一個開口 然後封閉這個側 然後 於出入口 共同的管制上 因為我們五標 我們可以用顏色區分 五個地方 讓所有的大車 進到我們區內以後 在我們區內自己去協調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大車 引導到我們整個大公區裡面 跟附近居民就會比較錯開 這樣的話可以減少附近居民 那個交通的不方便 最後我們看一下影片 我們黃昌公司是本職 是一個很實在的公司 我們會如直如旗如度的 完成這個艱鉅任務 所以我們是新到這個基地 所以說希望各位可以給我們支持 我們會盡我們最大的誠意 來為各位來製造一個最優良的環境 來造成一個最好的讓附近居民 我們可以共享共榮我們的成果 這就是我們一個動畫 以後完成以後 二十七樓在這附近起來 都是一個很漂亮的 包含露天咖啡座啦 還有一些景觀的設施啦 這邊有一些共榮式的遊具啦 中庭的休息區啦 這些一旦完成以後 跟附近居民會很近的 就來這邊去休息 謝謝各位 簡報到這邊結束 好 剛剛我們黃昌的孫經理 為各位簡報這個案子 未來兩年半 將近兩年九個月的施工期間 相關的施工的一些相關計畫 今天也參謀請惠珠議員的研究室洪主任 來到現場關心大家 那蔡里長也帶著林長 還有這些居民來關心這邊 我們都非常非常感謝他們 那今天因為一開始就有居民登記要發言 我們是不是每個人發言三分鐘 那大概 我不知道現在是登記有多少 那登記完 登記的發言完之後 我們再由現場來發問 這樣好不好 那原則上 以五個人為一輪 五個人結束之後 我們相關單位 還有我們黃昌營造建築師事務所等 來回應各位的一個相關問題 是不是各位可以承擔這樣的意見 第一位是孫景 不行不行 三個人就回應 因為五個人常常中間就弄了兩三個人 其他就不回應了 對不對 對 這個不行了 三個人就回應 我們要聽清楚 那我們三個人就來做回應的問題 這是一個孫仲敏的意見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 請第一位孫先生 孫先生 孫景浩先生 來發言 雷射筆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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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